那美国目前看起来 拜登说他自己可能要run 他再选一次 好我们先从民主党这边来看好了 为什么尤雅他真的很老 我看到他都觉得他走路可能会跌倒 我觉得他可能会不行 我觉得他很辛苦 为什么不退休 一般来说 因为他选赢一次了 一定理论上会继续吗 不能说一定要继续 是incoming president is your priority 就是他如果说要选 民主党不会有人说要干净 大家会礼让 大家会礼让 对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他为什么要选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人性的问题 就是当你曾经当过总统之后 你会不会想再当一次 一定的嘛 对吧 就算是 就算他真的老到手真的在抖 然后会看到旗帜 然后去抱一下旗帜 然后你在YouTube上面 可以看到很多他 他原本要念一个字 然后突然会变成一串不知名的语言 There's one word that sums up America 但是这个是一个权力的问题 当你尝过这个权力之后 就像土品一样 你吃过之后很难跳出来 所以因为他是incoming president 我觉得民主党一定是尊重他 他说要选 大家不会讲话 当然他选不选上次是一回事 对不对 至少他是尊重的 那共和党目前看起来声量比较大的 第一个是川普 川普他也说他要选了 对不对 另外一个是佛罗里达州的州长 迪森特斯他的声量现在也是非常的大 而且他很年轻 所以蛮多人也是支持他 目前看起来你自己的分析是 迪森特斯跟川普哪一个比较有机会 得到党内的支持 其实党内支持迪森特斯的比例是比较高的 可是民众支持川普的声音是比较高的 而问题是美国不像台湾 台湾就是初选 当然台湾现在初选都说 我也不知道国民党那个民调怎么做出来 反正那个蛮微妙的 反正就是他们说他们尊重 那个他们民调结果我在两个月前就听过 就说5月17日你就会听到洪友宜的名字 我说what 他们还没初选 我说oh you're sick 但是美国的初选是用一票一票投出来的 他不是做什么民调这样做出来 所以如果川普有民意的基础的话 他还是有很有可能可以突破初选 但问题现在就是他的那个scandal一大堆 然后他有些 美国人有在care他的scandal吗 他的die hard supporter完全不care这些事情 可是republican正常的republicans care 对 所以现在问题就是die hard Trump supporter 到底有没有大于正常republican 到底哪一个波比较大吗 因为这个他们自己做poel是做不出来的嘛 就像刚刚说的韩国瑜支持者 大家不会想 目前是55波哦 55波 55波这样听起来就是川普耶 不见得不见得 因为还有一段时间 primary至少到明年初 那你不知道 今年还有很多案子要审 今年还有七个月 这七个月川普会爆出什么东西来 因为接下来我记得还有几个案子 他还要跑这样子 所以他有可能继续初始 我蛮好奇 因为美国算是初选比较有制度嘛 大家都知道要玩什么游戏规则 可是台湾现在就是好像 不管哪一党大家都好像不知道在干嘛 党内好像很容易可以戳这样 以政治学的角度哪一个会比较适合 比较好 比较好啊 比较容易赢好了 比较容易赢好像是会比较合理 我觉得没有哪个真的是比较容易赢 因为他都是 因为美国也是polarize嘛 台湾也是polarize嘛 所以不管你今天是派哪个人出来 他们两个都是还是要厮杀 就今天你说 吼有仪吼做仔机 他就一定不会上嘛 不可能嘛 他基本盘还是那么大啊 对不对 那是不是赖青的出来 他就稳屌 不是这么说啊 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那美国跟台湾最大的一个核心差距是 台湾的政党 其实是一个中央极权的政党 也就是政党掌握了提名权 所以说你必须要在同样的价值观 然后跟这个党内 就是去做networking 然后去做一些基本的一个配合 加入一些派系 这也是一种 也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你才要被提名的一个机会 那就表示 你跟这个党的bunding是很大的 那这个党也随时可以把你fire掉 美国不是 美国是一个decentralized的政党 也就是共和党跟民主党 他不见得有一个核心价值 他的核心价值是透过选民 跟他的政治人物去define出来的 所以打个比方好了 在1965年的人权运动之前 共和党是左派政党 民主党是右派政党 那他们是因为民权运动之后 他们的支持者完全转向 因为候选人完全转向 所以他们是可以一期之间翻掉 就共和党可以一期之间变成左派政党 所以你说这是好不好 这就单纯是 他的政党其实没有一个核心的价值 他基本上是透过他的政治人物 去定义他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然后选民透过这样的方式 去投出他们想要的候选人 那你觉得哪一种方式会比较容易造成极端的社会极端化 哪一种都会 两种都会 是不是只要两档制就会 对两档制相对来说就会拉扯 他就一定会拉扯 那当然我觉得两档制在过去的一个系统里面 相对来说还是平和的 而是其实真的会让现在两档制变得更极端的原因 还是在于社群媒体的一个发达 对其实讯息环境的一个变化 因为过去你去想象一下 你在台湾民主化是1996开始第一次总统大选 1996年的时候你有几台新闻台可以看 然后这些新闻台里面会不会立场如此的鲜明 每一台报的东西都是完全不一样 一台骂民进党一台骂国民党 没有可能两个都会骂 对 那个时候你看到媒体就想说 蓝绿一样烂 对不对 或者是反正就是按照自己的基本价值在做投票 那现在不是 现在就是我们搞粉专的都有一样的问题 就是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同文层 那些同文人看我们写这东西很爽 那越写越爽 问题是有些同文层是会更极化的 然后等于说大多数的民众 其实是被绑架在他的一个讯息的bubble 那这个bubble里面只去解释 他们想听到的讯息 只去reinforce他的prior belief 那反而是说他没有办法去接受 或者是他不愿意去相信 对立面的一些讯息 就有点像是 我在玩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很大一个程度 其实你看我的粉专 我最喜欢写转这种事报道 因为我是跟他讲他问题在哪里 因为如果我只是要单准分享 所谓的偏绿营的新闻的话 那我一直转3D一直转自由时报就好了 对啊 那我的做法是 我是先去跟你讲他的问题在哪里 那当然蓝银好像没有这样 没有人用这种方式在经营 就是他专门转自由时报或者是3D新闻的一些讯息 然后针对这个东西去做批判 但是这样的批判性 我的目的是为了把盘做大 当然你说最后还是一个information bubble 只是我的做法是先挑他的东西来看 所以你觉得有办法突破这个bubble吗 对啊 那因为如果无法突破bubble 听起来就是会越做越小 其实突破bubble就是要 我觉得很多时候要透过特定议题啦 透过议题的选择来突破bubble啦 那至于说 可是突破了以后 他们要留下来 是不是又要用不一样的文章先突破以后留下 然后再极端一点 有啊有啊 我骂柯文哲之前大家都觉得 民众党制都觉得他跟我站在一起啊 然后等到我写柯文哲坏话的时候 他们就退了 所以你有发现 其实有一个drop就是 有有有 其实不用发现了 就是流量大概不会差太多了 或者follow也不会差太多 因为进进出出嘛 那可是你会发现下面留言的取向 你就大概知道 哦你写到他们不想看的东西了 对对对 那这个information bubble 其实就是要outreach嘛 就是你要什么都要看啊 那你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自我的认同 或自我的一个价值观的话 你不管看什么样的讯息 都不会因为这样的关系 就被人家洗脑嘛 那只是大多数人 并没有这个东西 他并不具备有一个对于新闻体系 或对于政治这件事情 有一个基础的判断能力 一个试读的能力 一个试读的能力 对政治试读的能力 就是例如说你看到这个新闻 你可以马上思考到 它背后可能代表意义是什么